胸膜肺炎放线感菌以前称为胸膜肺炎嗜血感菌 是一种在株肢中发现的格兰式阴性坚性艳养呼吸道病原体 它于1957年首次被报道 并于1964年正式宣布为猪胸膜炎的病原体 在DNA研究表明它与A-Lignoresi关系更密切后 它于1983年被重新分类 胸膜肺炎放线感菌以前称为胸膜肺炎嗜血感菌 于1957年首次报道 并于1964年正式宣布为猪胸膜炎的病原体 DNA研究显示其与A-Lignoresi关系更密切后 于1983年重新分类 胸膜肺炎放线感菌以前称为胸膜肺炎嗜血感菌 于1957年首次报道 并于1964年正式宣布为猪胸膜炎的病原体 DNA研究显示其与A-Lignoresi关系更密切后 于1983年重新分类 胸膜肺炎放线感菌以前称为胸膜肺炎嗜血感菌 是一种在猪肢中发现的格兰式阴性坚性艳氧呼吸道病原体 它于1957年首次被报道 并于1964年正式宣布为猪胸膜炎的病原体 在DNA研究表明它与A-Lignoresi关系更密切后 它于1983年被重新分类